近段时间以来,中美两国的竞争日益白热化的关键时刻,伊朗高层突然向中俄两国提出一项请求,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8月23日的报道称,伊朗国防部长阿米尔·哈塔米在8月22日乘机抵达莫斯科访问。 在接受采访时,阿米尔公开向中俄两国提出一项请求,德黑兰方面希望能够再次与中俄两国在中东海湾地区举行军事演习。 这一表态,在万劫看来,也是伊朗面对紧张局势下的一个态度,变向邀请中俄两国能够尽快插手中东地区事务,缓解自身面对美军的军事压力。 值得一提的是,中俄一三国在海湾地区举行军事演习也不是第一次了。 在去年12月27日,中俄一三国就曾经在海湾地区举行首次的军事演习。 当时中国派出的是西宁号导弹区主舰,而俄罗斯则派出了三艘军舰参演。 从当时公开的一系列数据,以及相关人士的分析观点,伊朗大海上实力在防空反导这一块缺口明显,很多船只都是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产品,现代化的防空体系十分欠缺。 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伊朗想要再次拉上中俄,帮助自己缓解美军带来的压力,也是看准了近段时间以来的国际局势。 美国领导下的北约频繁在东欧地区,向俄罗斯施压,甚至连俄罗斯的桥头堡白俄也因故产生国内局势动荡。 而中国就更不用说了,南部海域、东部海域等地区频繁遭遇美军机骚扰和侦察,挑衅意味十足。 在美军的武力挑衅下,中俄一三国越走越近已经是一个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于中东局势的态度基本就是中立,单纯地扮演着自己在中东的一个国际商人角色。 对于西方各国、本土势力、俄罗斯等不断在中东棋盘上落子,中国也基本就是只要不影响我做生意,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也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与阿拉伯、伊朗、以色列这几个相互之间打得头骨血流的国家都保持着一个良好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上半年,中伊两国签署了一份高达数百亿美元的合作项目。 当时网上不少人指出,伊朗很可能将自己在波斯湾中间位置的一处海岛租借给中国,用于军事基地建设。 如果此事为真,那么在如此敏感时刻,伊朗突然向中俄两国提出请求,借机缓解自身军事压力的方法,成功率恐怕不小,我国海军或即将前往中东。